绝大语文 财加图组成菜 财就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小嫩牙的样子 因为财表示的是刚刚露出头的小幼苗 所以财还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副词 表示刚刚,时间很短的意思 如刚财,财吃晚饭,天财亮等等 财做偏堂时表示与刷牙,刚刚等有关的意思 财加图等于在 小苗在冒出地面之前 在土中,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 只有等它破土发芽了 我们才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所以在,影星表示存在的意思 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光明的明天 日加月就是明 太阳和月亮分别是白天和晚上 给人们带来光明的物体 所以明就表示光明,明亮 如明月,明灯,明媚 太阳落下,夜晚来临,一天结束了 再次看见光明的第二天 就叫做明天 所以明就有了第二个,下一个的意思 如明早,明晚,明年 草字头加明,就是蒙 小草从黑暗的地里破土而出 见到了光明,就是蒙芽,蒙发 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景床景口,大小相同 你见过水景吗? 你在白雪公主动画片里 看到了许愿景吗? 水景是人工挖成的能取水的神洞 为了防止地面的雾水流进井里 人们就在井口搭上一个四四方方的架子 叫井床 井字就是井床的样子 将井床放到井口 这个汉字就是童 因为井床的大小 要与井口一致 所以童可以表示相同 一样的意思 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学 学习需要勤动手 学的凡体字的上半部分 是两只手在摆弄小棍的样子 这些小棍就是古人用来学习的小竹筹 中间的部分是表示房子的凸宝盖 下面的子代表孩子 一个孩子在房间里摆弄小棍 小竹筹 这个画面就是学 所以学习需要勤动手 学习也可以很快乐 这就是寓教娱乐 你们看 我们这样学汉字 是不是也可以很有趣呢 在一些新闻的地方 你在做什么吗 请吃繞续 订阅 没有 eng 记得 我